但要确实防堵疫情 除了减少群聚之外 恐怕还是得靠疫苗了 指挥中心早上公布 近期到后的124万剂AZ疫苗 15号会同步开放 第一类到第六类的人员来接种 这一次施打范围包含了 长照机构人员 住民 还有洗身病患 75岁以上的老人家都可以打疫苗 那原本说会开放到第七类人员 像是军人 维持国家安全的人 但是谁可以打疫苗 这些都在讨论之中 只不过目前现有的124万剂的AZ疫苗 恐怕是根本不够打完第六类的人 所以接下来其他的国人 想要打的话 恐怕还得带等等 排出超长队伍 医护人员 等待接种AZ疫苗 这是5月时41万剂 AZ疫苗开放情形 当时新冠疫苗 只有第一到第三类的人可以接种 6月初日本赠送124万剂 AZ疫苗数号就要开打了 那依照我们所订定的类别顺序来做施打 一到六类的这个各项的人数 比例计算好之后 我们会紧速让县市政府来知道 总共就已经有267万左右的人数 不过按照指挥中心公布对象来看 第一类到第五类的人 有117.5万人 但AZ疫苗只有124万剂 预估达到第六类 75岁以上长者时 还有超过一半的人 打不到疫苗 陈宗燕强调 AZ疫苗分配各地方政府要审慎处理 至于第七类维持国安社会机能 正常运作者会有哪些职业名单出来了吗 如果施打对象第七类安排好后 就会累计超过三百五三万人 疫苗根本不够大 其他国人想要打上疫苗 恐怕只能再等等了 华视新闻林亦婷 陈义伟台北报道